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體驗 Google捷運一直以來 都帶大家到處去吃美食 看美景 或是做手作體驗 認識不同的風景之類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這節目很厲害 只要你有看我們捷運就知道 我們幾乎上山下海 什麼事都做過了 什麼事的體驗都做過了 無所不能 對 而且你看我們今天後面這個 妳今天又帶我出國了 厲害了吧 對 台北也有這種地方 有 我們就是要帶大家 除了這些體驗之外 當然 充實內在涵養也是很重要的 好 也是一種吃東西 沒錯 蒐集美食之餘 我們沒有忘記要幫大家 找尋城市中的秘境 感受一下文化氣息 我一直很喜歡走在像這樣子 比較寧靜的環境 是不是很像來到日本 對不對 真的很像出國了 延續濃厚的日式風格 和式茶雞 榻榻米茶點 步調慢下來的茶空間 值得待一個下午細細品味 這個的技法是特別在哪兒 這個技法是用 用一根三角形的棒子 然後去切五半 然後它這個邊緣 我再用手把它撕開來 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漫步 台北中的日式情調 來 動手 大城捷運 板南縣中小新生站 5號出口出來 走新生南路一段 看到濟南路二段左轉 直走大約500公尺 就能到鬧鐘取勁的 台灣文學基地 獨有的幽靜感 適合來這裡散散步 也推薦給喜歡歷史 或是文學故事的朋友們 一直以來 我們到台北很多的 日式建築或是老房子區 這裡我還是第一次來 而且這邊好像跟一般的 日式建築又不太一樣 是可以吃啥的東西 因為這個名字叫 台灣文學基地 我覺得來這裡就感覺 特別有文化基地 吃文學 真的 現在等一下會有一位 從日式建築裡面 像是宛如森林裡出來的女子 騎女子嗎 那趕快介紹一下 騎女子 歡迎怡婷 嗨 怡婷你好 哈囉 在這邊等我們 有沒有那麼親自 你看我們設計真的是一樣 一搭的 對啊 怡婷 我們第一次來到這裡 台灣文學基地 是不是這裡跟 這個舊字面上來說 文學也有關聯的 其實這邊以前 在日式建築 它是 因為它這個 就近南路這邊 它是作為當時的殖民政府 就是它規劃 拿來作為人權 實業人才培育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像是 開南高宮 第二女高 跟可能台北商業學校 都在這邊 這邊就是還滿多學校 就是因為那時候的政策的關係 但妳剛剛說日治時期 所以這裡也是從日治時期 就保留下來的 這邊其實是 1930到40左右興建的 所以興建那時候 是作為官員的宿舍 前身為啟動師社的 台灣文學基地 可說是承載了 台灣的歷史與記憶 戰後除了當作 將軍的住所之外 宿舍群中的部分建築 也規劃成銀行行員宿舍 後來陸續搬遷 一度成了荒廢之地 甚至可能遭到拆除 在附近居民的四處 奔走請願之下 才把這塊重要的文化資產 保留下來 剛剛講到空間運用 未來這邊是會想要變什麼樣子 這邊其實的話 它每棟它都有不同的空間規劃 像剛剛那邊它基本上 就是說故事的活動 這邊這一棟的話 它是叫啟動社 它是沿用之前 我們啟動師社的名字 對 然後會叫啟動社 它這邊是做我們的長社展 裡面其實就是在講 以台灣文學基地為中心 然後去發散出去的 這邊的一些歷史故事 基地中的長社展不願被消失 日式宿舍到文學基地 留存歷史中的點點滴滴 拼乘眼前的生活 由策展人張婉玲規劃 把台灣文學基地的誕生歷程 包括保存 修復 再造 讓時代之下的空間和記憶 透過展覽美深深記得 我一直很喜歡走在像這樣子 這樣寧靜的環境 是不是很像來到日本 對不對 真的很像出國了 有了 只有三星 妳看妳這個建築 多麼多漂亮 真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屋頂 屋頂也是保留下來的嗎 對 對 我自己看的話是榆林版 上面那個一層 它是榆林版 像榆林一樣 對 然後它這邊旁邊那個是鬼瓦 鬼瓦 對 就是這樣子翹起來的 那一個地方 它是鬼瓦 妳們有沒有覺得 就是有時候看一些 像是老時代 它所建造出來的東西 然後回到現在看 還是有種歷久彌新的感動 我很喜歡這邊的氛圍 是因為還有大樹 對 而且我們這邊的樹 都是有身分證的 身分證 這有身分證 對 這是它的身分證 像是什麼椰子 龍樹 對 其實在路上看到 只要有掛這些人 都是它的身分證 然後它就是受到保護的樹 而且它也 不管是它被保護 它也保護我們 不會受到大太陽的 整支間的造舍 謝謝妳 這間就是我們20歲妳好 主題展的第一個展間 它叫做時代的後車室 所以我們走進這個主題展 感覺上是經歷了一個 時代的分隔 然後每一個區的 妳說是間隔了20年 然後這是第一個 對 它是1920到1940年 1920到1940年 對 然後那時候的就是 文學作品 很多其實都會有車站 所以我們就是選了 後車室這個場景的佈置 對 這麼想好像是 真的 很多詩人或者是作家 他們可能就會在車站 等車的時候 走車的時候 真的 就開始就發想這個靈感 對不對 像是坐著 我們都可以感受一下 你從哪裡拿來的這個箱子 很奇怪 我剛才原本想去一個洗手間 這個好好想要 這個是故意放在這邊嗎 人家是道具 是故意放在這邊的嗎 大家冷靜 冷靜 冷靜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 基本上就是怕像妳一樣 不小心吸出 像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很有感覺 但是如果像是我們坐在這個椅子上 感覺就好像是回到了以前時代 然後就在等級 來 坐 坐 這個連帽子也有線 是不是怎樣 怕帶走是不是 借你帶 可帶 借你帶 還滿適合的 所以它這裡其實 就有跟我們講一些故事 這邊的策展人士 這間的策展員 就是我們主題展的策展人士 馬一航 他是一個台灣文學作家 主要是規劃這一整個 就是20歲妳好 副家的青年足跡 的這個展覽 主要的方向跟內容 這邊有一個很可愛的故事 有一個作家是叫紅顏丘 然後 他之所以會放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他其實那時候 他想要去讀書 可是他的爸爸不願意讓他去讀 就去日本讀書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有賺到獎學金 所以他就是拿了他的獎學金 然後跟 偷了一些他爸爸的錢 就把他錢在這裡面嗎 在裡面 就踏上了去日本酬學的路上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後車師或火車的概念 其實有一點像是 就是作家們他們比如說 他們可能出國讀書 或者是回家鄉 甚至有可能像是 吳卓柳他其實是有點算是 被吊籤到苗栗 其實都有一個 在作家的眼中或者是心中 他其實後車師是 有各個不同的含義 而且在後車的時候 是心裡最複雜的時候 對 等待 心中的五位家層 待會兒回去的時候報告 所有都在整間 會發現我把他錢拿走 不是這個五位家層 不是這個 是他們經歷過的沉澱 對 可能在等車或者是回來的時候 都在這裡一次的發酵 基地裡的空間 有各自的規劃 展覽廳中的主題展覽 20歲 你好 作家的青年足跡 回望1920到2020年之間 像是1920到1940年的後車室 充滿四邊的咖啡廳 教室到發聲的編輯台 這些充滿時間感的物件 記錄下了百年來的青年作家們 他們正值20歲時的青春年華 是如何在文學時光的流動上 踩出一步步影響深遠的足跡 你看以前的電腦對不對 但我發現了一個 有可能是我們這裡面 我們三位裡面 其中就是你比較有精力 什麼東西 破爆 破爆 你知道這個破爆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 有破爆 就罵髒話 被拿走 被拿光 因為是免費 那時候可以有拿免費的資訊 它上面很多藝文表演 因為那時候網路不發達 很多人都要找那種 尤其是學演戲什麼的 或者是學一些藝文 都會從裡面 它有課程什麼 都是在那邊找 就是今天來台灣文學基地 就很有趣 感覺可以看到文學的時代眼睛 真的 而且你會感覺到 那個時代眼睛越來越好 現在真的越來越方便了 你還不閱讀嗎 要閱讀一下 我們就是在創造 屬於接下來這個20年的時代 真的 就靠人家 就靠人家 我就跟他一起 你又跟他一起 剛剛我們充實完了 歷史文化涵養 報讀詩書 對 裡面有沒有覺得飽了 好有 分量的那種感覺 知識量很夠 但是這一次我們要裝進 不一樣的東西 我知道 我們這節目就一吃一碗 要真的吃東西了 但也要很有日本風味 是什麼樣的日本風味 這邊請 倒走 我好像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了 我走 我走 搭乘捷運文湖縣六張離站出來 走和平東路三段的圓環 街道基隆路二段 看到通話街一騎一向左轉 從外觀到店內環境 都非常具有日式柴衣的茶空間 就到了 如果你從外觀欣賞這個茶空間 可能會以為走進了京都的街道 溫和靜密的日式空間 一進門就被溫暖的氣氛包圍 不過查理 你說已經猜到舒嬅要帶你來品嘗什麼味道了嗎 再提示你一點 老闆的專長是透過雙手 製作出讓人感受到 節氣時令的舌上料理 猜到了沒 你看我們是不是很想來到 日本的茶室 京都對不對 對 還做這個榻榻米 太好了 但我們今天是要來認識一位職人 職人 待會兒你先猜猜看 他說做什麼好不好 歡迎蜜嫂 蜜嫂妳好 妳好 好 蜜嫂 蜜嫂 看妳這一身打扮 我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這一集是來吃沙士米 都烤肉粒 是嗎 不是 不是 蜜嫂 請問您 是哪一方面 我是做 荷果汁日文怎麼叫 我跟蜜嫂 我跟蜜嫂 他真的是做荷果汁嗎 你的臉就不像是做荷果汁 我的臉是做黑道的嗎 對 沒有 但是據我所知 在台灣來說 鑽研荷果汁這方面的職人 比較少 對 真的很少 那平常您學荷果汁大概多久 我接觸荷果汁大概八 九年了 是在日本學的 日本學了大概四年 然後後來就開業 然後到現在還超過四年 其實後面都要自己開始在練習 然後自己在摩索 而且我聽說蜜嫂 你知道它厲害的地方 它每天堅持會做出一款新的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每天做新的荷果汁 對我來說是一種修煉 然後自己進步的一種方式 其實荷果汁的精神 它就是隨著四季的變化 然後我們一年365天 每天都過得不一樣 然後你會發現身邊的 周遭的食物 植物 都會有一點點些微的變化 然後把這些變化表現出來 就是荷果汁的精神 它其實裡面還有一些 文化的意涵在裡面 有 每一刻都有故事 光是先看到這個 整個設計就不一樣了 你好像把整個 Q頭就搬來台北了 因為我是在日本學室內設計 所以說我對日式的建築 有一定的感情 等一下 您剛說你是學什麼 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 日文的 你今天才唱日文的是不是 要看日文就對了 你的臉又不像是室內設計 真的很厲害 是不是 很厲害 就多方面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轉行 對 因為其實我 我會轉到做荷果汁 也是不小心的 我當初也是想說 一個設計師的 很天真的想法 就是開一個茶店 日式的茶店 然後把自己的理想放在裡面 然後每天就來收錢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一開下去 開一家店的壓力 還有你必須要讓它營運的 後面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大 所以我現在 也沒有辦法做室內設計了 就被逼著 一定要來做荷果汁 創業的艱辛 但因為您的犧牲 我們才有口福 對 就像眼前這一盤 這是藝術品 這些荷果汁 它是不是有一個主題性在 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盤 其實在講的就是 櫻花開到櫻花卸掉的 整個過程 因為我在日本 住了大概五年的時間 所以有經過他們的 春夏秋冬的感覺 所以我對櫻花也有一個 特別的感情的存在 現在因為三月 就剛好是櫻花季節的開始 櫻花 我們在賞櫻的過程中 不是只有看到櫻花開 有壓 然後打開來 然後再來滿開 然後晚上會看到夜� 然後到花卸的時候 然後到花卸的時候 卸到那個河上面 在河上面泛舟 不是泛舟 划船 那個叫花法 它是不是 命長是不只是 喝果汁的職人 它也不只是空間設計 它植物學家 真的妳很厲害 植物學家 對 剛剛講了一段 也是算是畫家一樣 所以 這個我比較有意向 晚上是透過櫻花 看一個山 富士山 富士山 這個最有畫面 我們一般人看到 那個櫻花的廣告 旅遊廣告 是背後都會有一個富士山 然後前面都是櫻花 這個設計理念就是 來自於那樣子的海報 難感就是這麼難的 再猜猜看 還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它有點像漩渦的感覺 上面有一片的櫻花葉 對 這個在表現的就是 櫻花飄到河上面形成的 窩紋的感覺 櫻花瓣 這個感覺是要對生活 有很多體悟 跟你真的很認真在觀察 日常生活之中 發生的任何小細節 才有辦法來去想這個 你誰會想說 再看一片湖 然後再看一片海 然後一個櫻花葉落下來 然後你就把它變成河果子 這個根本就是一種禪藝 對不對 對 其實這種禪藝就是 日式美學的最經典的地方 那我想請問一下 河果子 其實我們大家大眾對於河果子 好像也是有一些概念 像羊羹也是河果子 生果子 對 銅鑼燒也算是乾果子 對 但是這個是上生果子 上生 其實河果子它分成幾大類 依照它其實的分類是用 水分的含量來 的比例來分類 水分最少的 百分之十以下的叫乾果子 你剛剛提到的乾果子 乾果子就有包含一些 我們米的粉做的 有點像我們台灣的柯 拜拜的那個柯 那個也是日式的乾果子的一種 那這個我叫做上生果子 生果子就是水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對 也就是說它吃起來比較濕潤 比較紮實的 生果子再加上一個上 上這個字在日文裡面 就是比較高級的 比較頂級的 然後一定要純手工 然後一定要跟季節有關係 那河果子都是你親手做的 對 都是我親手做的 一顆一顆 親手設計 親手做 都是你的嬰兒 那你就教我們要怎麼吃 好 那吃的果子一般 如果說你在茶室的話 規則會比較多 通常是你要把甜點全部吃完 你才能夠喝茶 所以我們在這邊 沒有 一顆 你要把一顆吃完 你才能喝茶 那在這邊就吃得比較隨意 在這邊我們大家就有一個 分享的方法 好 我們來品嘗的果子 那我就不用做這麼正常 你可以放輕鬆 我的腳都痠了 都麻掉了 都麻掉了 但是這 蜜嫂我們要從哪個開始 因為只要品嘗的河果子感覺 它也是有一個順序 我會建議第一顆 從中間這一顆 肥寒蔭開始 因為它剛生開是不是 對 它這個就是最早開的 所以我們要透過河果子 帶大家經歷一個季節 春季 對 這一顆就是櫻花的品種裡面 最早開的肥寒蔭 就是比較寒冷的時候 開的櫻花 春天來了 冬天就走了 對 其實這一盤河果子 它有包含了各種河果子 上層果子的技法在裡面 我在設計河果子的時候 通常一套裡面 我會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 包含在裡面 每一款河果子 它都會有一套 它專屬的工具 因為這些線條怎麼切 弧度怎麼做 是河果子師傅自己設計的 所以說這些工具 沒有你找不到一個 沒有一個指定的 完全佛它的工具 就變成說你河果子師傅 也要學會怎麼去製作工具 它還是木工 你什麼都會 還要會精工 精工 精工 還要會斷敲 空間設計 各種 好 那我們 我們就先來品嘗這一個 那它的技法是特別在哪 這個技法是用 用一根三角形的棒子 然後去切五半 它這個邊緣 我再用手把它撕開來 用手撕呢 用手撕 因為櫻花的花瓣它的特色是 它邊緣有一點缺焦 你用切的話會比較撕 我用手撕的話 很像櫻花花紋的感覺 裂開來的感覺 這個棒子叫做 在茶道裡面必備的一個工具 就是專門吃河果子的工具 然後是這種樹就叫黑蚊子 一定要用這種樹木來做的棒子 才能叫黑蚊子 很講究 真的 任何一個小細節 所以它就是插著吃這樣 沒有 它我們可以把它切開來 切成三等分或四等分來吃 這個分蛋糕 平常生日的時候最會 先給大家看那個剖面 它切了以後 那個感覺又是不一樣的 另外一種藝術的那種欣賞 對 因為在 上陣果子在日本其實 比較常見的就是 紅豆餡跟白豆沙餡 就只有這兩種口味 像我們看到這個粉紅色是洛神花 洛神花 是台東的有機洛神花做成的餡 那你去日本吃河果子的時候 你不能說我要洛神花 沒這種東西 這只有台灣有而已 這是您的創意 台東的 好棒 我覺得我吃到春頭的味道 入口即化 它是在我舌頭的時候 慢慢就溫度就慢慢化開了 然後慢慢帶出先甜 後來後面就是酸酸甜甜的感覺 上陣果子它其實是 茶道專用的一種茶果子 因為日本的茶道在進行 它有一定的節奏 那客人跟點茶時 它節奏要搭得起來 所以說這個甜點 在中間要出現的話 它變成是它的口感 還有它使用的時機 還有你吃的時間 都有一定控制在裡面 那這個入口即化 這種高雅的口感就是 要在裡面成為一個很好的配角 就是點茶師泡完茶之前 你就必須要把合果子全部吃完 趁著你嘴巴裡面有殘留的甜味 飲下那杯茶 那個就是最好的 現在還有一點 妳現在在喝茶 茶會變得很好喝 趕快喝 有沒有覺得兩個變得很融合 他們的感覺就是夫妻了 對不對 這個茶跟這個合果子就是 就是要這樣在一起 結尾一提的 順 我的味覺它現在還在不斷地回繞 能不能再推薦我們 對 那我先問一下那個 美鳳 你這不吃了我幫你吃 因為等一下 沒問題 沒關係 我每天吃很多 聽說妳是大胃王 沒有 大胃王 我想要這個富士山 好 我們來嘗嘗這個富士山 這怎麼吃 怎麼下療手 你看它的櫻花 這是很立體的 我看第一個 最喜歡的就是它 它好有故事畫面 而且每個櫻花 我都有做白色跟粉紅色的 簡稱在裡面 你仔細看都會有一點 真的 你看這邊也有 有一個白的 然後紅色的 那我們這個富士山裡面 這是什麼餡料 柚子餡 柚子 對 我們是用日本的柚子 的柚子皮 然後去用糖去熬煮 去糖漬它 打開你的五感 五感打開 以後我已經發現了 看到了 我現在聞到很多柚子的香 然後我隔著這個櫻花 在看富士山 然後就是在吃著我手上的柚子 然後這個風景很美 然後旁邊有很多 我很喜歡的人 大家一起來看 富士山這個美景 很幸福 就是這種感覺 而且還可以吃到柚子皮 柚子皮 對 我覺得和果子是它 真是一門藝術 也需要很靜下心 來慢慢地品嘗 它是我在你嘴巴裡面 帶給你的任何感受 一口和果子 再飲一口茶 這樣的浪漫 絕對值得用一下午時間細長 品嘗老闆命嗓 用歲月煉舊出來的 精緻上升果子 不只外觀漂亮 色彩搭配平衡 連食材的使用 也是成本較高的天然色素 顏色會隨著放置在室溫底下 而逐漸褪色 建議大家在三天內 盡快食用 剛才品嘗了幾款富含故事的 和果子 再來是象徵夜晚中的櫻花 這是備茶口味的 我真的覺得來這邊 真的就是交朋友一起贏會 對 透過這細腸和果子 還有品嘗 我覺得可以更加地了解到 不同於的文化 而且老師我真的 覺得非常佩服你的職人精神 謝謝 這每一顆真的我都有感覺到 你對它們付出的一種感情 很細緻 老師 你以前是這麼有耐心的人 我其實沒有 不是那麼有耐心 真的假的 你看起來非常有耐心 但細細地製作 實現何故事 所以想要訓練耐心 就來趙老師 要奪福 對 它可以磨練一個人的心情 這邊也可以體驗 對 也可以體驗 真的 那我就來拜訓 來拜訓看看 我看我脾氣會變好一點 我想變老實一樣 這麼厲害 什麼都要毀